哟哟哟吃个老雷神锤子难以套 雷神索尔的完胜让众神兴奋不已热情高涨 而人类这边也没有太多的悲伤 毕竟女部是笑着离开的 桃园三兄弟举杯痛饮 以致敬金雄女部 但是城关的人却始终意难平 冲上内台再次与雷神一决胜死 没有女部大人存在的世界 我等于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我们要与大人一同进退 这份情谊实属难得 但蝼蚁终究是蝼蚁 数量再多也只是徒增伤亡罢了 索尔没有犹豫 大锤随意一挥 女部军便飞灰烟灭 就当是给女部的送别礼吧 索尔的心中暗自开叹 被招致天界的人类 本就是一副灵魂取窍 灵魂一旦被粉碎 就不会再被复活或者浓回 只会浓为宇宙中微小的尘埃 在会场的某处通道内 希鲁特和小妹这样说着 小妹这才意识到 四姐南迪格瑞斯 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顿时泪牛不止 并质问着大姐希鲁特 那你为什么还会如此淡定 难道姐姐大人 这不悲伤吗 悲伤 能让那些家伙去死吗 小妹被希鲁特的凶恶吓哭了 但她仍然无法接受这一切 毕竟年纪最小 不知社会的险恶 好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快挑选第二回合的代表 希鲁特的心中早已经有了人选 此人就是人类之父亚当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耳熟难详 没错 他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人 也是第一个男人 亚当的出场方式非常特别 直接从天而降 葛优唐鱼十足之上 拿进一看 又小心肉 不过身体还不错 但跟女部比起来 差是千里 亚当拳头一紧 直接从高柱跳下 冲击力很小 只是将地面微微砸出个小坑 但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却让台上的万千少女 惊呼不已 就连美女之神 也投来异样的目光 新鲜的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亚当的手中紧握着一个苹果 错了 那可不是普通的苹果 而是静果 当年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吃了静果 才被逐出了伊甸园 所以亚当应该是人类史上 最憎恨神的男人了 他举起苹果 正臂高呼 看台上的男人不约而同 行注目里 以表尊敬 天使也默默抬起了右手 举之眉间 毕竟我也是个男人 人类No.1 亚当准备完毕 不过这样的外表 难道不应该去参加选美大赛吗 在这里跟神叫什么劲了 众神们完全不看好亚当 那么神灵这边 第二个上场的会是谁了 随着一阵优美的小提琴旋律响起 音乐之父巴赫脑内纵横 这曲子不就是他的作品吗 但这么优美的演奏 老巴赫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演奏者正是宙斯的小秘 赫尔莫斯 难道亚当的对手是这位帅哥 但众神的大名单里并没有赫尔莫斯 西努特眉头紧锁 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果不其然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 登场的竟然是众神之父 宙斯老爷子 人类和众神同时表现出了惊讶 只不过众神惊讶的是 老爷子的出场顺序 而人类则是质疑宙斯的实力 其实第二回合本该出场的是 印度最强神师婆 但却被老爷子半路给截胡了 当时师婆已经在通道后场了 不但老爷子突然找到了他 哟 老爷子这是特力来鼓励完备的吗 该老生出场的哦 说什么了 下一场是我啊 该老生出场的哦 把手撒开 你的出场顺序在最后 我绝不可能让给你 师婆也是先女后兵 但宙斯并没有你会 该老生出场的哦 你是不是耳背啊 再说我打你啊 该老生 出场的哦 宙斯这次放慢的语速 但也只是为了配合 压住师婆罢了 师婆也不是好惹的 迅速甩开宙斯的手 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强打仗吧 现在这里就可以 师婆背对着宙斯 时不时偷瞄 本以为强硬的表态 能让宙斯放弃 但得到的回应 却是面不改色的从容 好吧 让跟你呢 谁叫我还尊你一身前辈呢 这次算你欠我个人情啊 师婆怂了 但怂的还算保有面子 不愧是印度最强神啊 于是第二个上场的神 就变成了众神之父 宙斯 别看是个糟老头 但宙斯的威名 早已响彻整个宇宙 第一场一味精彩 让这个变态的好战脑头 热血沸腾 加上第二场登场的亚当 人类之父的身份 更是让宙斯 难掩内心的激荡 小鬼 你不和女武神合体吗 脑头突然体型膨胀 就像是白真人 适应的无为转变一样 亚当则若无其事 只是用小手指指的是上空 一匹天马划过天空 来者正是妻女锐金雷福 其妹叫亚当身手 自己则从天空一跃而下 只要两人心意相通 便能完美融合 好家伙 还真是美如画 两人之间触碰的那一瞬间 光芒似箭 而亚当和其妹 也在一瞬间合而为一 神器念成 其妹竟然化作了亚当手上的手指虎 最轻便的神器 的确最适合亚当 这场始祖的肉搏战 究竟会如何演绎呢 下期咱们接着看